脚步烫伤案例 2019年12月21日 晚上煮菜时锅刚烧开 小孩站在床头柜上拿东西时没踩稳 刚好踩到锅盐上把脚烫伤了 烫伤的脚 原本要去医院治疗 正好我女儿在大庆刚学习完原始点 说用原始点调理烫伤好得快 便决定用原始点调理 联系了资深学长 学长说直接用热源 红豆袋或远红外线灯温敷都可以 热度适宜 千万不能把皮肤蹭破了 刚开始温敷时 孩子疼得直哭 但不到半小时就不疼了 继续温敷着 因孩子不肯喝姜汤 改吃时刻姜丸 且记寒凉饮食 先用红豆袋包好 再用远红外线灯温敷 第二天 继续用红豆袋挤远红外线灯温敷 当天就可以自行走动了 第三天 开始给孩子喝30克浓姜汤 吃10克姜丸 抹有机姜粉 并继续温敷 第四天 水泡烧了很多 便回家自行处理伤口 第七天 因外内热源没有做到位 修复缓慢 脚趾不小心被踢到 伤口破了 第十天 孩子回乡下过元旦 乡下特别冷 温敷更不到位了 在乡下时 孩子的姥姥用白面和白糖抹伤口 再套上塑胶带 因错误使用含凉物及不透气 导致伤口感染 第十四天 回家后用姜水清洗伤口 及撒上有机姜粉 伤口慢慢好起来了 1月10日 1月19日 30天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心得 用原始点调理 烫伤好的快 且不留疤痕 但必须严格执行 不能马虎而延迟康复时间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优优独之送